紅仲秋案件上午在桃園地方法院召開及壓庭 其中涉案的三人 范左縣 何江中 徐姓鎮 在開庭前十分鐘陸續的到達法院 而紅仲秋的家屬也親自前往旁聽 希望司法能夠有所作為 桃園地院23號上午針對紅仲秋案召開及壓庭 涉案的何江中 徐姓鎮 范左縣的人也陸續到庭 紅仲秋的舅舅胡適合表示 家人非常關注地院的審理結果 希望世界能有新的進展 應該全家都很關注 因為爸爸媽媽都來了 中修爸爸媽媽也都來 我們最重要的人都來代表人 關注這件事 陸下陸下陸下 所以這件事是回歸一般司法 我們家屬對桃園這邊 有沒有特別的期待 一定有 一定是非常期待 這次桃園地院重開積壓庭 由審判長鄭吉雄所組成的 何怡婷成省 紅仲秋舅舅胡適合 也以重症患者轉診作為比喻 希望轉診到桃園地院後 司法能有所作為 應該是這樣說啦 我用個比喻啦 因為這個 一個昏迷指數已經到達五了 冰淨很嚴重的人送到這邊 我希望他們再轉診到這邊 希望他們能夠有所作為 而且是積極的作為 紅案發展至今受到全國民眾注目 這次桃園地院開庭審理 未來結果如何 備受關注 聯合報 陳振興 楊德怡 桃園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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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